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做出来 HD是长这样的 我们来demo 第一个就是你输出的时候 它一样会输出 但是输出的时候可以看到 输出的时候呢 其实它里面 不是输出那个值 而是输出什么 把公式 按下它之后 自动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是把公式丢进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按下它的时候呢 输入的是最后的结果 标准跟不标准 有个清除 最后当然有个删除 那删除可能额外 补充的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健身中心的会员资料 那当然它可能需要做一些行销 它可能哪一些是潜在的会员 那当然 身材好 身材标准 基本上它可能不太 也许 不太 比较 比较起来不是那么 非常迫切的需要 做这个 健身 所以呢也许你如果 只希望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标准 留下不标准的 假设你不标你标准的把它删除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什么 震监体中删除 但是是反向 那其实为什么反应 删的时候 之前 最好是先把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按下去 它不可逆的 按下就是你删除之后 资料 不能用Ctrl Z还原 OK 所以最好是复制一个工作表 复制工作表最简单的方法是 按下Ctrl鍵 拖拉就可以了 比较快 OK 你不要再按右键 这边有什么 复制或移动 对 然后还要移到最后 然后还建立复本 按确定 这个比较麻烦 我是习惯 拖拉的时候按Ctrl鍵 就是复制工作表 这样比较快一点 那你复制一个之后 再来练习 比如说按下去 现在可能你们很多资料 其实我常用到 就是说我希望快速删掉某些资料 它的资料量不是在某个固定的位置 它有一个某个条件 比如说像标准 我希望全部删掉 但是它是散布在很多地方 那如果你要重新排序再来删除 其实有时候你资料率会乱掉 所以如果你在不想要重新排序 的情况下 你希望让它可以自动删掉的话 那这边有个增减体重删除 反向的 OK有没有 你会发现只有留下不标准的 标准全部删掉了 OK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要 就是反向 其实这个地方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一删完之后 这个按钮 变成一条线 为什么 还好这个有备份 把它删掉 基本上如果说 按Ctrl鍵 又恢复了 基本上如果 如果你不希望说 删掉旧的东西 其他的 这个储存格的时候 不要变形的话 这边有一个诀窍 记得就是按滑鼠右键 这边有个 控制项的格式 格式里面 它有一个叫 摘要资讯 摘要资讯里面 其实这个按钮本身的格式 它预设的是 大小位置随什么 随储存格而变 意思是如果储存格被删掉的话 它的空间就被挤压了 OK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做一件事 如果你不希望那个 按钮变形的话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大小 位置 不随储存格而改变 意思是我的要删掉的话 不要有变形 OK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之后 其实我们再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按钮 文锋不动 有没有 OK 这个顺便讲 到 为什么 这个地方要用反向的删除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 我今天 假如正向的删除的话 如果我一直往下找 其实这个也是跑个回圈 找什么 找这个储存格里面 如果是标准两个字 那我就把这一列给删掉 可是如果说我一般是把这一列给删掉的话 他会怎么样呢 他的第九列就不见了 那原来的第十列 就会跑到第九列 那可是我回圈跑的时候 他会往下走 可是原来我应该要找到是第十列 可是第十列不见了 这怎么麻烦怎么办 你可能还在减一 这减一加一有时候 反而更麻烦 所以这边有个所谓的反向意思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第十三列 再到第四列 那这个好处就是 如果我今天找到了第十三列 如果我把它删掉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 再往前推进的话 他没有影响 对不对 十三列不见 又不会影响所有类 所以 其实在以CLPBA里面 你只要 跟删除有关的 我都建议 你反向删 就没问题了 像这个工作表 可不可以删 可以啦 工作表未来 现在还没讲到 未来如果要删也是一样 它也会往前地补 所以你要删除的话 你不要从前面去找 再删 因为删了之后 后面又地补过来 那你的顺序又乱掉了 如果你从后面删的话 反正删掉 反正它也不会影响 它只是一直往 所以这个大概有个观念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总共这有个四个按钮 那分别来完成 四个按钮 首先第1个呢 我应该怎么 输出这个 函数 也就是这个地方 我输出的是把这个公式 我们这边的公式 丢到这里面来 不过这边 我用偶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就是 我这边还是用偶 好了 那一样啦 如果说我今天呢 这边用偶的函数 那我希望做完的东西 将来直接就帮我输出了 就是把它变成按钮 OK那我不要再去想说 VBA怎么撰写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类似的吧 第1个就是说 For i 等于 第4到第12 OK 就是第4列到第12列 然后做什么呢 在Sales i 的L 就L栏里面 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这个公式 直接帮我丢进来 那丢进来的话 我讲过了 如果你要把公式 丢到那个 你的回圈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两个原则 第1个就是 如果你看到双引号 就把它变两个 第2个如果看到 这个列 第4列 你就把它变成i 两个重点而已 所以基本上写完之后 当然就是我们来 直接来看 一样 这边 因为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们直接 因为前面都有讲过 如何去撰写 这个VBA 所以特别注意 记得 先插入一个什么 模组 插入模组之后 再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那程序名称的话 我根据按钮上面的 叫做增减体重 百分比函数 OK 那就把它打上去 那按钮的话 记得 反正就是 一定是sub OK 前面讲过 反正你要做 按钮的话 你就选sub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 就选function 大概是两个原则 我想 大概 前面 我们从前面到现在 基本上都讲 一样的东西 所以 请 记得如果这部分 你可能不是那么熟的同学 你就把前面列熟了 后面你可能接的 就会 比较 容易一些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中间部分的话 你就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四列 再到第13列 OK 第13列 我们再多一列 那就第12列好了 反正没差 这个4到12 还是不是我刚刚有删掉一个 对对对 OK 好 那就是4到13 4到13列 然后呢 我 记得这个地方 我如果输出的话 那就是把什么 L欄 L欄 写法基本上就这样 I列的L欄 反正以后都固定写法 打一打 他都这样 OK 然后呢 里面就放什么 放刚刚的东西 就是你把公式 我们这个的公式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 我的习惯是 也许你 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那我就先贴到那个记事本里面 把它取代成两个就好了 这样比较快一点点 用这样 编辑里面的取代 或者Ctrl H 也可以 把一个变两个 这样 比较不会错 可以按取代 有没有 一个变两个 那就把这个公式 再复制起来 贴到你的那个VBA的这个双引号 其实这个就是清除 清除 那这个地方完成一个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4 记得把它改成I 应该还记得吧 双引号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AND再移到中间 打一个I OK这样就完成了 那记得AND符号 前面再加空白 就大概这样的 做熟了大概我想 就固定规则 Ctrl C 然后呢 再4把它Ctrl V贴上 OK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写完 第一个 就是输出的时候呢 我希望输出公式的话 那这样子就 按一下它 它就输出了 那顶多是做个按钮 按钮前面也讲过了 插入表单控制项 你就拉一个按钮 完成第1个 OK 第2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 输出的时候不是公式 而是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成是 输出结果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必须用VBA里面的逻辑来完成 在Excel里面的逻辑是IF 有没有 然后AND 可是在VBA里面 它 其实我想 我觉得是很多 其实差异性不大 但是它 叙述的语法稍微不同 这是分很多行 它是放一行 那在VBA里面是分很多行 那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百分比 在VBA里面 它不接受 它不能用百分比 因为百分比符号 有其他的用途 所以你不能用百分比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刚才用0.05来取代 OK 所以 基本上 大家了解一下 这些规则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VBA的撰写 那一样 就是一样 插入一个什么呢 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呢 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 的SUB 按确定 它会帮你产生头跟尾 中间部分你要自己打 其实打习惯 我想前面跟 这个前面几次课程 回圈都一样 For I 等于4到 13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就习惯上VBA放在上面 然后就差不多秒一下 4到13 自己打上去 然后Enter 这边一个Tab键 如果什么呢 如果我要去找一个 判断的逻辑条件 是从哪边抓呢 从我的 追览里面 因为追览里面呢 它有我要的增减体重百分比的资料 把这个资料怎么样呢 帮我拉到这边来做判断 如果它大于 这个 5% 那就0.05 第2个条件记得 偶尔 特别注意 这个还要再打一次 你不能说之前有同学 是不是啊 感觉好像是不是可以省略 那就自动把它省略 不行 这个一定要打 或者是说什么 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小于 负的 5% 那就是负的 0.05 后面记得 就是一个 这个是固定的叙述方法 反正 只要是逻辑 都一定要 这样的结构 如果有 if 这样 OK 那中间呢 你可以加偶尔 或者你其实将来你这个会偶尔的话 其实and 你也可以改 有没有 它改法很简单嘛 就把它改and 然后这个方向应该把它改一下 也许就变成 他什么 他 小于 这边变成 大于 对不对 这个 两个 颠倒一下 其实输出就一样了 OK 所以基本上 反正架构一样 以后 我想你们刚开始要自己全部打 也是很 比较 不太容易啦 不过没关系 至少你有个范本嘛 所以之前刚才同学 跟我讲说 学完之后他还是不会打 但是他 至少他会复制贴上来改 OK 他所以他会留我的云端范本 当他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拿我的程式 当一个 轮廓 一个那个 然后自己在 动动一点 东西 动 他说 原来这样 也可以 写程式 后来他就这样 再写程式 那 久了之后 他慢慢发现 对 写来写去 好像都这些东西 他就慢慢可以 比较 知道说 动哪些东西 然后再去参考一些 别的书里面的东西 加加减减 发现 其实也做的蛮多东西 那久了之后 他越来越 上手了 他就比较知道说 该怎么做 不过初期当然 你们可能会需要 还是要动一点 自己动手 稍微还是 这个地方的话 输出如果是为 初的时候就不标准 反之就标准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那就是直接执行他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 OK 结果其实也是一样 顶多一个清除 这个清除 比较简单 只是 只是L栏里面呢 把它 来做一个清除的动作 就是输出那个空置串 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清除 OK就完成了 那 接下来再来看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多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要删除什么 删除那个 这个已经删过了 因为这两个把它 记得就是 复制他 那怎么写 其实基本上 这个增添体重 删除 多学一个物件 就叫列 那列哪一列 其实就是一个 弱 就是 列的话是 VBA就是弱 然后加S 集合 就是很多很多列 那哪一列的话呢 你就后面加一个 I就可以了 DI列 比如说 那个I的数字 如果说 里面的值 是标准的话 那你就把那个 删掉的话 其实就有个方法 叫什么 叫Delete Delete的话呢 其实 这个我想应该 很好找吧 如果你不会拼这个字的话 键盘上有这个Delete OK 就是Delete 键一样的 意思是说 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能需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有反向 因为我们前面交的都是正向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反向 之前都是 For I等于 4到13 可是呢 你现在要颠倒 13到4 但是你要多打一个叙述 叫Step Step就阶层 -1 就是越来越少 那你想说 那前面为什么没有加一个Step1呢 因为Step1是预设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往前 那就是预设了 就不用了 不用告诉我了 基本上就是 固定的规则了 除非你是什么Step -1就颠倒 或者是你要 135 24 Step2 有没有 135 246 它就是中间 帮你间隔 两个 应该了解这个逻辑吧 所以如果你中间加一个Step 意思是说你中间要差多少 OK 那你就可以再加一个Step 那不过大部分状况都是正向的 由小到大 因为在Excel的工作表里面通常是列一直往下 几率是最高的 颠倒过来的几率其实不高 除非像这种 删除的时候 因为删除它会影响到其他列的时候 那我们就反向 那接下来就是判断什么 判断哪一栏 OK 那我们由K栏里面去抓 或者L栏都可以 如果 K栏里面呢 是标准的话 这个条件 有没有 唯触的时候 才会去执行 这个 叙述 才会进到里面 OK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里面是标准的 那我们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OK 记得就先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执行 因为它不能够 控制 你一删就没有了 它没办法复原 那我把它执行 这个中断点意思说先停在这里 好 什么时候停在这里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I是等于 13的时候 意思是说在I I等于13的时候 它已经是标准 那我把删除的话 这个时候 中断点停住之后 如果你要让它往前 再往前进的话 可以再配合F8 F8你会发现 执行这一行之后你会发现 它已经把13列给删掉了 OK 然后 如果说你要再往前的话 再按R58 Nest 它就 因为是stave-1 所以I就越来越少 刚刚是13 12 这个它会去检查一下 K欄里面是不是标准 是 那是的话 就帮我把12列 给删掉吧 所以这个叙述的话 因为这个I 是一个变数 所以它会知道删除哪一列 那以后如果你要单独删除的是个别列 你也可以这样去 哪一列它就自动按下去自动删掉了 然后 删掉 好 那依次类推 所以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 就是直接这个中段点可以拿掉了 那因为我觉得跑得差不多 那我就直接让它执行完好了 执行完 这个时候呢 就自动帮我把那个标准的部分呢 全部删掉 那这个其实还蛮好用 因为我之前也蛮常用到 就是说 有些资料 我不要 但是有时候你要 自己在那边按Ctrl键 慢慢选 选完之后再来删 其实真的是很 浪费时间 后来我就想说 干脆自己写个VBA 没几行嘛 马上可以删掉你要的东西 还有 之前有写过一个是 因为资料里面有很多重复 重复资料 那我就写了个重复资料 什么意思 我就比较 我的下一列跟上一列 如果相等的话 对 那我就把 上一列给删掉 那这样我就可以 哇一下子就把很多重复 因为难免 常常会遇到那资料重复的问题 那重复的问题 你要人工比对 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写好之后 马上 你会看到 一下子它全部都删完了 感觉真的还蛮好的 我想你们工作里面 应该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可是你要人工来删除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把它删掉了 但是有变形 变形我刚刚讲过了 原因 因为我刚刚没做那个动作 按右键 出现格式 记得 这边把它改一下 它就不会变形 好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 试试看 我刚刚写好的程式 其实在VBA部分 在这边 总共清除 12 3 4在这里 Function的话 在底下 画面先 还给各位 试一下 试音乐 试音乐 试音乐